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开心 好玩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游园庙会都是新春不可缺少的活动 作为以泪以管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 北京的庙会游园活动也有序恢复 那么今天小新就来到了龙潭中湖公园 来沉浸式体验一下这里的新春特别活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龙潭中湖公园 据了解春节期间这里开放中湖冰场 雪场以及举办新春文化修行活动等 其中有不少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飞椅展区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今年的初年的 您看这边是那个原作 然后我们给它就是特大的这个网络杯子上面 我做剪纸的话已经25年了 今年过的年又忘了26年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是在画画 在瓶子里面画画 内画鼻烟壶 小肚子 今年是兔年 我画了有30多年了 我们在选择文创产品的时候 特别找了很多这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飞椅 这些呢既有这个传统 又有跟现代的这种设计结合起来的 今天我们预估的客流啊 应该在一万五千人左右 感受到了过年的分子 三年来第一次玩 孩子挺高兴的 我们只要是陪孩子过年过来玩 分子挺好吃 刚刚庙会然后他还是在这玩 我朋友有时候到这公园里跑步 所以今天没事就说到这边看看 没想到今天那个 还弄得还挺好 就是玩挺开心的 人挺多的 感受完中湖公园不冬年的青春活动 我们再去隔壁的龙潭公园看看 龙潭公园庙会自1984年开始至今 已经举办了30多年 我们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 一次庙会活动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去筹办 那么今年呢这里没有庙会 但是冰雪嘉年华活动 弥补了这里没有庙会的遗憾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园区内的冰雪新春 这里排队进场的游客还是挺多的 我现在呢来到了龙潭公园 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沉浸室体验一下吧 好 咱们跳着去了 来 好玩吗 年初一头有点挺开心的 很快 这是一个很棒的日子 在新冠军中 我们想让我们的儿子 能够游戏和游戏 我们在这里和朋友们 和他们的儿子 很棒 能够游戏 几十五个月 很小 这季节目 龙潭并写嘉年华 到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年了 每年 因为龙潭并写 都是体育庙绘 我们在这个里边 算一个重大的环节 能让妈妈给我们买个小猫咪 孩子开心快乐就最好 真健康吧 老人还都挺安 祝大家2023收入纷纷